第一 我们会厘清真相 严格就办 这项由前政府启动的计划 有明显的疏失 无论是决策 招标 连带 以及履约的管理的过程 都应该被严格的检视 第二 务必要纠正错误 解决问题 接下来 我要求国防部 务必全面检讨整个召建案招标的过程 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后续合约的事宜 做出专业的评估 以及明快的决定 以确保国家利益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建立更完善的机制 把不适格的厂商 排除在国防自主的计划之外 杜绝错误再犯 危机就是转机 第三 政府推动国建国造的决心 不会改变 走向国防自主的这条路 从来不是顺风顺水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个案的挫折 影响国建国造的决心 蔡文总统表示身为三军统帅 国军有困难的时候 一定会一起承担 国建国造的工作也会更坚持到底 让这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政策 可以克服万难继续向前